好来看到花莲县的消防局封兵分队新建的听设开工祭动土典礼 那么在27号的上午在古镇省师表演带动之下热闹的举行 那么由县长徐真卫、消防局长林文睿、封兵乡长江丽婷、地方绅士 以及消防三大志工一同来出席这场活动 以消防栓设计的听设大楼、防灾救灾训练以及观光优器功能兼具相当值得期待 古镇省师开场以及祭拜仪式后 县长许正卫、消防局长林元睿、封兵乡所会首长江丽婷、陈金水 以及县议员蔡一静等嘉宾 共同为华林县消防局封兵分队新建厅设进行开工动土现场一片习气 花林县多数的消防厅设大楼年代久远、老旧不复使用 局长林元睿近几年也积极向上提报争取获得了3亿多元的经费 推动老旧厅设改建计划 这一次封兵消防分队新办公厅设批建案 花费6000多万元左右 三层楼的建筑、多元化的空间规划 要提供消防队员安全舒适的办公环境与训练场域 然后第一个跟观光旅游结合的一个消防厅设 那这应该是比较特别首创的一个概念 真想把我们也期待开工顺利 450天后我们再见 亲自到场主持开工动土典礼的县长许正位表示 从花莲、光复、瑞穗及封兵分队办公厅设的建制 之后他也要力拼完成整个花莲县安全防护网 剩下最后的两块拼图 这个是未来的愿景 第一个就是我们还在寻找新城北谱分队的对置的部分 第二个就是也是11月12月即将要在动土的我们的防灾纪念馆 还有这个特搜的我们的训练基地 在我们四八高地两亿五的经费 封兵乡消防队办公厅设除了是办公及防灾救灾训练的基地 消防栓造型的建筑外观也兼具观光油气的功能 而今天正式破土动工后若没有问题 预计将在110年11月完工启用 记者是玉兰风兵采访报道